下一個就是護桿 護桿也是跟字桿很像的一個東西 基本上護桿的話就是 至少有兩個電路 然後由其中一個電路 第一個電路有電流變化 來感應一個電動式產生在第二個電路上 所以至少會有兩個線圈 第一個線圈 另外一個線圈 那通常就是你感受的是誰 所以你放來 你是第一個線圈來產生這個 齒通量的變化 然後讓你第二個線圈去感受的話 我們就說是這個 這邊有一個護桿 是由誰造成誰感受 這是造成 這個 phi 的變化 一定要有phi 的變化 磁通量的變化 這是什麼 這是去感受 到這個感應電動式 ε induced 一定是造成這個感應電動式 所以前面你要造成 phi 的變化 那肯定你就要什麼 你就是要有一個 因為我們知道這是 電線的線圈 電線要產生 這個 齒通量變化就是 一定電線圈要有電流 然後電流才會產生 磁通量 然後電流變化產生 磁通量的變化 去這樣 去造成 你另外一個線圈 有一個感應電動式 所以你應該什麼 應該是有一個 最後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磁通量 然後磁通量應該是由 這個造成 磁通量 的來源 磁通量來源 I1 然後呢 產生一個護感的一個值 M12 然後這M12應該是 應該是決定於原本的 兩個線圈的 什麼 的一個幾何裝置 幾何 幾何上的一個配置 所以你一開始 幾何核這樣寫嗎 不是這樣 是哪一個核 為核 這個核 是不是 好 OK 連這麼簡單都錯 幾何 配置 為何的核嗎 真的這樣寫 OK 好 那 M12是這樣 是 如果你 幾何配置 配完了以後 就已經決定了 那怎麼樣幾何配置 配完決定 你可以看一下 譬如說像 現在是電流1 產生 這個磁場對不對 然後這個磁場 就會通過 這個loop2 然後 再來電流1要變化 就會產生loop2 有一個感應電動式 那你發現到說 這個 兩個什麼 兩個 這個 互相 cover 到的這個區域 剛好是 差不多這個地方 看起來好像是兩個幾乎 偶合 所以 集合裝置 一固定以後 理論上 這個 上面影響下面 跟下面影響上面的 這些面積 圈圈圈數 理論上應該是固定的 那假設呢 假設是 overlap 稍微少一點 變成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 上面這個線圈 造成了磁場 感應出來的 電流應該講 應該是 下面這個面積會有 感應 會有那個磁通量的變化 對不對 那同樣的道理 如果下面這個線圈 製造一個磁場 往上感應 那也是差不多這個面積 理論上應該 幾何的這個配置 配完以後 兩個 這個 互相感應的 這個 這個 電感的大小 應該講 應該會固定下來 好 所以 我們下一步 就要稍微 了解一下 這個 戶感的一個計算 戶感的計算 那這個戶感的計算 其實滿有趣的 就是說按照剛剛的 簡單的看法 你會發現到說 實際上 兩個線圈配完以後 它 overlap的這個面積就固定了 然後這 overlap面積就這樣 就不管你電流加多大 或者加多少 這面積是 不會改變的 那不會改變的 概念就是說 它的這個 這個 m1 2 是固定的大小 那理論上 如果是怎樣 如果是由 這個 1 造成 2 的一個 互感 然後呢 2 造成 1的這個 互感 那他們都是怎樣 他們都通過同一個 面積 然後同一個 圈數的一個 一個 感應 所以這邊就是 面積固定 圈數固定化 那這時候我們就發現到說 m1 2 跟m2 1可能會相同 就是 當它的 那個圈數面積 overlap都已經固定住以後 那 跟 電流大小無關 這個集合裝 跟電流大小無關 電流大小把它拿掉之後 我們發現到說 其實這個 護感的大小 應該會相同 那這是 簡單的一個 argument 那後面我們會 算一下 就是為什麼會相同 你可以 從這個計算過程中 會得到 譬如說 我們簡單來看的話 就是說 這個 任何一個線圈 譬如說 假設上面有一個線圈 用圓的線圈來看好了 然後 這它的半徑是 大的時候 那一般來講 我們會算 正中間 這個磁場的大小 我們上次算過 這個磁場大小 大概等於是 2r分之 μ0 i 假設通過去的電流 是 i1 就是 這個磁場 最後講 會經過 一個 overlap的 一個 的區域 然後傳到 下一個 這個 電路去 所以你就可以算出 它的磁通量 在 呈量的多少 那磁通量的話 就可以 用面積 乘上 磁場的一個大小 所以會有 overlap的一個面積 然後 然後 乘上什麼 乘上這個磁場 2r分之 μ0 乘上這個 i1 然後 當然最後 我們在計算護感的時候 我們發現到護感很簡單 就是 由 誰 導致 另外一個 所以 由電流是 loop1 導致 在loop2上 我會感受到一個 什麼 感受到一個護感 所以當然電流1要怎樣 變化 才會產生這個感應電動式 在電流2上面 然後 所以最後這個是 感受感應電動式的 2在後面 那你就可以找到說 me2可能講 可能就是 跟 這個 2r分之 μ0 然後這個 A 有關係 那同樣的道理 如果在算 m21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說 在這邊當然是假設 這個 半徑是 很接近的 所以 你會發現到說 m21 如果說它的半徑也是一樣 它會得到一個 另外一個 2r分之 μ0 然後 overlay和面積相同是 A OK 那實際上的 這個 線圈大小 可能不一定一樣 那到底 會不會得到 m12等於 m21 這個就是一個問號 那大家在問號 我們必須要 留到 真正的電子學的時候 它這種 向量微積分去解 那還沒有解之前 我們再給一個 example去解釋 m12 會等於m21 那 用什麼example 我們用一個 這個 sonoid 就是用這個 螺線管線圈 然後來解釋這個問題 那你來看一下 螺線管線圈 所以我們現在一樣 是要 有一個護桿 然後這個護桿 是由兩個 這個電路 所造成 然後我們讓它 其中一個電路是 有一個半徑 比較小的一個線圈 所以我們假設 這個半徑是 r1 然後這個圈數是 n1 的一個線圈 然後再來我們 給另外一個 一個線路 我們說是一個 包在它的外面 的一個 另外一個 螺線管 然後它的半徑是 r2 然後半徑是 然後圈數是n2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 幫你證明 當然這個證明 有一點點 很粗糙 那假設它們兩個 螺線管的長度 都是L以後 能不能夠去證明說 這個m2 會不會等於 m2 這個問題 ok 好 那怎麼樣算 m2 就是說 你在 這個 n1 這個 這個 這個電路上面 吼 一個電流 i1 然後你就會這樣 就會 造成m12 然後這個電流 乘上 這個m12 應該講 應該會有一個磁通量 所以我們 可能 好像下課對不對 我們可能應該下一次再算 把它算出來 磁通量要算出m12 然後 反過來也可以算出 i2 m21 然後去簡單的 去證明一下 說 這個m12 跟m12 會 一樣 那當然不能夠很嚴格的證明 我們下次再說好了 OK